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实义 这种蔬菜,大家都知道吗? 我们这里呢,叫豆腐菜,也叫木耳菜 你们那里,怎么叫呢? 虽然它叫豆腐菜,但是它可不是用豆腐做的一道菜哦 而是这个菜的名字,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名字啦 那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豆腐菜,都是直接炒着吃,或者凉拌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饭店里面非常好吃的一道豆腐菜 不炒,不凉拌,吃起来清脆爽口,颜色碧绿不变色 首先,准备一把豆腐菜,把老的部分摘掉不要 豆腐菜,在烹饪的时候会分泌出一种滑滑的粘液 即使不怎么放油,也感觉滑滑的,口感非常的不错 摘好,装入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加一勺盐 放一旁,浸泡五分钟左右 跟着,准备生姜和大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姜蒜 切好,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一个西红柿 用小刀,把西红柿皮去掉 我们用小刀,像削水果一样,给西红柿去皮 这样,比用开水烫 放在煤气上烤的,要简单方便很多 切好之后,把它切成片 底部这里,不要切断了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装入盘中 接着,准备一块瘦肉 把它改刀切小 再剁成肉末 装入盘中备用 调个料汁,加一勺盐 半勺白糖 一勺淀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加入40毫升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然后,来清洗豆腐菜 经过用盐水浸泡 豆腐菜上面的脏东西 很快的就被浸泡出来了 这样清洗的时候 就简单很多了 换水,多清洗几遍 直到洗出清澈的水为止 然后,锅中水烧开了 加一勺盐,入点底味 一勺油 加油,可以使豆腐菜保持颜色翠绿不变色 搅拌均匀 把豆腐菜放进去 给它焯水,一分钟左右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像这种就可以 这个时候的豆腐菜已经熟了 捞出来 摆入盘中 跟着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 把肉末倒进去 快速翻炒 使肉末变色 再把西红柿倒进去 葱姜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出西红柿汁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最后,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使它烧开 把汤汁煮至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 最后把葱花放进去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来 直接浇在豆腐菜上面 哇,看起来就令人食欲大增了 非常的香 一盘非常好吃的豆腐菜 就这样做好了 豆腐菜裹着肉末西红柿汁 吃起来真的是太美味了 豆腐菜吃起来脆嫩爽滑 非常的下饭 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上一碗 这样做的豆腐菜 小孩都爱吃 以后豆腐菜就不要总炒着吃 或者是凉拌着吃辣 您像我这样做 吃起来真的是太棒了 这样一盘 我们去饭店吃 要卖58一盘 自己在家做的 成本6元都不到 经济实惠 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